高雄市长韩国瑜要不要参选2020总统大选 韩市长给出五点声明 他表示他深知只有改变台湾才能改变高雄 但在国民党内他无法参加现行体制的初选 声明中还希望党内高层提察民意 最后他强调愿意负起责任 只希望能够改变台湾 是否参选2020总统大选 高雄市长韩国瑜终于给了回应 在五点声明中 他首先感谢爱护他的海内外朋友 也回应支持者希望他改变台湾的期待 我非常感谢一路走来 鼓励支持爱护韩国瑜的海内外的朋友 在这里深深地表示感谢 第二 在担任高雄市长的这段日子里 我深刻地体会到只有台湾好 高雄才会更好 只有台湾能够改变 我才能够真正改变高雄 声明中韩市长也提到他无法参加国民党初选 当中还按批国民党高层 希望高层能体察民意 对于中国国民党2020年总统大选 此时此刻 我没有办法参加 现行制度的初选 韩市长在声明中的最后一点强调守护中华民国 他愿意负起责任 只愿能够改变台湾 我身在台湾 我也长在台湾 将来我会死在台湾 我也会埋在台湾 我热爱中华民国 对中华民国的发展及守护 我愿意负起责任 不计个人得失荣辱 只愿能够改变台湾 愿天佑台湾人民 天佑中华民国 经过四个月的长考和天人交战 韩市长的表态被认为是被动式承担 未来形势如何发展 还有待观察 港东新闻吴禀元赖昌邦 采访报道